就是上面这个旋转的女人 给我惹了些麻烦 麻烦就是我该怎样解释 才能让这些上万的评论者 有所转变 一大拨人斩定记者说 他明明是一会顺势针 一会逆势针 原图肯定是来回旋转的 其坚定的程度 以及人数之多 让我有那么一瞬间 差点怀疑这张图 到底是不是合成的 还有一拨人说 与我无冤无仇 何必把他当傻子 更有一些极端分子 直接开怼 骗子传销举报 那我试试看再解释一次 看到这的朋友 一定把视频看完 你必有收获 上面赚的这个女人 你可以稍后再研究 首先说明一下 放这张图的意图 很多朋友完全本末倒置了 选择性忽视了 我要表达的核心内容 人的认知能力 天生是有缺陷的 比如我们只能看到 380到780纳米的可见光 只能听到 20到2万赫兹的声波 这些都是由于我们的 感官能力所局限的 也就是我们的感官 是一套系统 它的能力有限 它有一套固定的 对信息的处理方式 难免就会出现误判 但是我们大多数人 都笃信自己的认知能力 相信自己看到的 就是别人看到的 相信眼见就一定为真 所以就出现了 大多数人 用自己的认知体系 评判 自己的认知结果 这无异于自己做自己的裁判 自己考试 自己评分 毫无意义 那我以此图想延伸出 认识到我们天生的 认知局限 以及每个人的认知能力 各不相同 对自己的思维 常持批判的态度 对客观的事物 持开放的态度 想看到 目前认知以外的世界 就一定得 踏着自己的认知废墟而上 其次我们再来解释一下 这张图 无论你看到它 逆时针旋转 还是顺时针旋转 又或者是顺理交替 这都是正常的 它的底层原理就是 我们大脑的视觉补偿功能 是大脑的一种纠偏机制 什么意思呢 这张图本身是黑色的 它在旋转的过程中 有一些瞬间是模糊的 比如 看这一针 你用力想象 看能不能想象出 站立的那条腿 既可以是右腿 又可以是左腿 大部分应该都是可以的 也就是在类似的这种瞬间 大脑进行了脑补 揪偏 判定了哪条腿 是站立腿 那这个是潜意识完成的动作 速度之快 我们是丝毫察觉不到的 所以在各个瞬间 你都有可能 无意识的完成了脑补 揪偏的动作 所以就出现了 一会儿逆时针 一会儿顺时针 有的人可能一直是顺或者逆 都很正常 还有能够通过短暂的想象 改变方向 也是合理的 我们再举两个神奇的例子 你就能体会到大脑的这种功能了 盯着这张美女的鼻子上的红点 看15秒 尽量专注 然后不要眨眼睛 看向天花板 你会看到一个美轮美奂的彩色的日系美女 看不到的多来几次 明明是灰色的 看不清面目的女人 为什么变成了彩色 而且非常清晰 这就是你大脑 自动脑补的图形 留下的视觉残像 然后再迅速地看 下面这段文字 比如当你看完这句话后 你才发现这类字全是乱的 你可以一瞬间读懂它 但你回头一个字一个字的读的时候 几个字的顺序都是颠倒的 但并不影响的理解 你甚至毫无察觉 这就是大脑的纠偏 脑补能力 这个旋转的女人 之所以会出现不同的旋转方向 就是因为你的潜意识 用你察觉不到的速度跟方式 对模糊之处做了补全 每次的补全可能会落在不同的腿上 或者其他位置 这些位置的变化都会导致你 看到不同的旋转方向 那如此便形成了你看到的结果 总结一下 认识到自己的认知能力局限 是突破认知的前提 做任何的判断 尽量不要依赖主观经验 比如我明明看到 我经历过 这些最不靠谱 个人经验不等同于规律 那最后分享 大哲学家罗素的一句话 与大家共勉 这个世界最大的麻烦就在于 傻瓜总是无比的自信 而智者总是充满疑惑 与大家共勉